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掩其息鼓 更多的人则感到苦闷彷徨 找不到出路 在警告青年中 陈独秀向封建思想发起猛烈攻击 呼吁民主自由 这一举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接着 李大钊 鲁迅 胡逊等知识分子纷纷以各种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爱情和婚姻也被自主提升到了社会革命的一城之中 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抵制包办婚姻 反对家庭束缚 然而 现实与理想之间 横跟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一方面 当时大多数青年已经由父母长辈安排成婚 在传统主流规范和经济压力下 离婚相当困难 另一方面 身为新文化运动先驱 他们不愿意让继承事实的婚姻继续 过往 我们更多是通过那些知识分子的视角 感受他们想要摆脱 无法摆脱就是婚姻的痛苦 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就是婚姻中的另一个主体 那就是女性 那些女性或在婚姻中遭遇冷落 或在婚恋自主后面临重重阻碍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解读《五四婚姻》一书中的精华内容 站在女性的视角 带着友情的眼光 细腻的考证 一起审视那个巨变时代的女性故事 你将会听到那些受父母之命媒朔之言所束缚的传统旧太太 并非完全是封建落后的代表 她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你还会了解到 追求婚恋自主的新文化女性 也不得不面对各种现实的无奈 最重要的是 我将为你解读 在巨变时代 如何定义和理解《五四新女性》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这本书的分享吧 提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统旧太太 有一个人不应该被遗忘 那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出身于清朝光绪四年绍兴城 亦因时的商户人家 性格和顺 会做针线擅长烹饪 不识字 小脚 是切合传统贤良殊德的女性 在当时 这样的女人该有一份幸福的婚姻 但是 她在婚配之时迎来了新文化运动 而且她的未婚夫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鲁迅 从结婚那一刻起 朱安的婚姻就被悲剧的阴影所笼罩 放脚 是新文化运动中女性解放的第一步 而朱安自幼被要求缠足 为了消除鲁迅对小脚的厌恶 婚礼上的朱安特意穿了一双大脚绣花鞋 鞋头填满了棉花 可是 当她一脚踏出花轿时 一只鞋松脱 暴露了伪装 挨过了婚礼的繁文入节后 洞房内一片寂静 只有鲁迅翻书的声音 朱安则坐着呆等 第二个晚上 鲁迅搬到了母亲房里 三天后 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1909年 鲁迅回国了 朱安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现实情况十分糟糕 性格强硬激进的鲁迅从来不和他说话 更不进他的房间 甚至直接搬到学校去住 等于在家中公开宣告了对他的厌恶 这让朱安抬不起头来 传宗接代的愿望彻底落空 朱安只好把心思花在伺候公婆和打理家族事务上 在这方面 他的确是一把好手 周家人对他都很认可 朱安一边卑微地衡量着自己和鲁迅的关系 一边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 1923年 朱安看到鲁迅教邻居的瑜伽姐妹做运动 他不敢当面加入 当两个女孩自己练习时 他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 两个女孩看到他吃力摆动小脚的动作 在一旁窃笑 还有一个炎热夏日 鲁迅正在会友 朱安不识字 不敢正面接代 所以只从厨房送出佳肴 尽女主人的本分 然而 当朱安为客人送上两杯热茶和两碗无粉时 鲁迅对客人说 没办法 只有把他吃了 出一身汗 言外之意 把朱安视为一个包袱 他人的嘲笑于鲁迅的冷漠 如同一堵厚重的墙 将朱安隔离在孤独的角落 当发现自己融入不了鲁迅的世界 朱安表现出了相当深刻的思考 1929年 朱安间接知道徐广平有了身孕时 对家人说道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 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 爬得虽慢 总会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 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 也是无用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 万一娘娘归了西天 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 我以后的生活 他是会管的 从这段话中 我们不难看出 朱安对他的婚姻有清醒的认识 也对鲁迅的性格做了准确的判断 晚年接受记者采访 谈及他和鲁迅及徐广平的关系时 他有过这样的分析 周先生对我并不坏 彼此间没有争吵 各有各的人生 我应该原谅他 许先生待我也极好 他懂得我的想法 他肯维持我 他的确是个好人 他将鲁迅和徐广平同称为先生 完全对等 也没有对第三者的度恨 这样的胸怀让人感动 朱安是做出过许多努力的 并非全然是很多人眼中的封建 落后 只是受限于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他的付出几乎全是徒劳 他在枯井一般的生活中 未曾迁怒旁人 也有过自己的努力和思考 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女性 与朱安类似的就是太太 还有胡适的妻子江东秀 以及徐志摩的妻子张又一 他们也都遵循着父母之命媒朔之言 但他们的婚姻和命运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 江东秀与胡适的婚姻 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但小脚的江东秀 并不是传统异议的淑女 她个性强悍 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 同时 她的丈夫胡适温和斯文 而非鲁迅的激进强硬 当胡适提出离婚时 江东秀没有忍气吞声 他拿起一把菜刀回应 如果你敢离婚 我先杀死两个儿子 然后自杀 在家庭中 江东秀是一个坚定的捍卫者 守护着自己的权益 在社会层面 她虽然没受过良好教育 但在胡适的鼓励下 勇敢与外界交流 活成了一个独立女性 最终 她收获了家庭的稳定 和社会的尊重 张又一同样出生在一个 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 虽然靠自己的努力上过三年学 但还是在15岁时被迫辍学 嫁入徐家 后来又在身怀有孕后 被抛弃在异国他乡 幸运的是 她在人生之暗时刻 得到了娘家兄弟 及徐家父母的支持 被离婚后重新回到德国学习 取得了硕士学位 并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由此可见 在文化大潮的裹挟之下 传统就太太的婚姻与命运 受很多因素制约 社会往往以封建 落后等刻板印象 给他们加上标签 实际上 这种概括过于片面 忽略了他们背后的家庭环境 伴侣性格 以及时代背景的复杂性 他们的命运 与这些因素紧密相连 远非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 说完了传统就太太的苦衷 我们接着来聊一聊 接受过良好教育 并实现了婚恋自主的五四新女性 是否如愿以偿得到了想要的自由呢 1925年10月20日 在一个叫做老虎尾巴的工作室里 一个男人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 一个女孩坐在床头 二人四目相对时 女孩主动握住了男人的手 男人回报以轻柔的紧握后 对女孩说 你战胜了 女孩羞涩一笑 二人激情相拥 现在看来寻常的爱情故事 在那个以父母之命为婚姻主流的年代 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这个勇敢求爱的女孩是徐广平 男方是新文化斗士鲁迅 徐广平有着显赫的身世 她的祖父许英葵 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 曾做过这将巡抚 是官居二品的封江大吏 父亲徐炳运 是个半开化的身世 所以徐广平从小就被允许像男孩子一样读书 学官话上学堂 连缠足的罪也免了 时光如流水 24年以后 徐广平考入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但二时 徐广平对老师鲁迅心生轻慕之情 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信 让他喜出望外的事 他当天就收到了回信 之后 徐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 有时还登门拜访 他的思想也不断提高 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一对有着共同信仰的男女越走越近 终于 他们冲突世俗地翻离 勇敢地同居了 徐广平与鲁迅先生的自由恋爱 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 徐广平做梦也没想到 他在后来却变成了贤妻良母 徐广平和鲁迅同居以前 曾有自己的事业 他追随鲁迅到上海后也曾积极找寻工作 可鲁迅却不同意 一方面不想徐广平离开自己身边 另一方面认为即使徐广平全职工作 薪水也有限 在客观条件下 徐广平妥协了 每天等待他的 是大量的家务活和一日三餐 鲁迅会客 他得上街买菜 下厨做饭 鲁迅临时要寄一封信 他得换上皮鞋 跑去邮局 他的身份是妻子 母亲 又是秘书 保姆 一切以家庭为中心 关于这段生活 他本人有过精简概括 为了寻求活的学问 向社会战斗的学问 去请教鲁迅先生 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 一个女人 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解决 没法放开脚走一步 这苦恼的情形 不是男人所能了解的 全职家庭主妇的困扰 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可见 女性即使是和心意相通的另一半成功结合 仍然会面临来自传统主流家庭角色的束缚 她们虽然婚姻自主了 但女性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所谓的自由 也就是空中楼阁 自主婚恋成功者尚且如此 那些未能如愿的女性则陷入更大的困境 其中曹佩生就是典型的例子 曹佩生又名曹承英 于1902年出生于一个殷始之家 从小就进入村私塾读书 这一时期正值清政府宣布反禅族之时 然而 朝廷政策与民间实际执行之间 仍存在巨大的鸿沟 曹佩生不仅未能免受缠足之苦 而且在16岁时被迫辍学 嫁给只妇为婚的胡冠英 幸运的是 哥哥的支持 让他得以在婚后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院继续念书 关于读书这件事 却遭到了保守的胡家二老的反对 他们以无后为大为由 决定为胡冠英内窃 胡冠英接受了父母安排 可个性强硬的曹佩生 怎么能容忍一夫二妻呢 他主动提出离婚 也不再回胡家 为此 胡家说了他不少坏话 这段婚姻也以不欢而散收场 经历婚变的曹佩生一度心情低落 当得知早已有书信往来 且彼此熟识的表兄胡适来杭州养病时 他决定前往探望 并顺便散心 在西子湖畔的漫步中 欣赏着湖光山色 谈论着诗词歌赋 二人感情迅速升温 在烟霞洞中 度过了一段同居的神仙日子 然而 胡适尝试离婚未果后 又回归了家庭 面对现实的无奈 曹佩生远走他乡 选择去美国留学 后来 他遇到过一位对自己很好的男士 两人商量后准备结婚 可当男方知道了他的往事后 最终取消了婚约 受到公序良俗谴责的曹佩生 心灰意冷 生命中唯一的暖色就只剩痴情在 终其一生他在未谈及婚嫁 而不得的苦闷和对命运的无助都在其中 从徐广平和曹佩生的经历中 我们不难看到 走出去的女人也有无形的束缚 这些束缚来自传统家庭角色 传统价值观 社会主流规范 婚恋自主也不能就简单等同于自由的实现 真正的自由不仅涉及到选择权的问题 更需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革新 新文化女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 需要深入的思考 如何打破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 实现真正的个人独立 听完这些女性的故事 相信你对她们的困境有了更多的理解 那么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该怎样定义和理解五四新女性 在巨变的时代背景下 新女性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她们勇敢挑战传统 追求自由平等 在众多新女性中 有人能真正地践行独立精神 而有人则陷入了物质虚荣的陷阱 林徽因和陆小曼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代表 我要做中国头一个离婚的人 才子徐志摩信誓旦旦 而触发她出此豪言的女子 正是当时只有16岁的林徽因 林氏是世幻世家 在19世纪末 蜕变成一个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家庭 作为家中长女 林徽因自小便承载了父亲对她的殷切期望 年仅16岁时便随父亲游历欧洲 并早早地坚定了学习建筑的志向 徐志摩对林徽因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甚至不惜抛弃原有的家庭 与徐志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林徽因在少女时期 便以洞悉浪漫爱情与婚姻的本质区别 她曾于中年时理智地分析 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而是她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 林徽因最终拒绝了徐志摩 选择与志同道合的梁思成 共度于生 专注于现实的建筑事业 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 林徽因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判断力 并坚定地走在所选择的道路上 她是一个独立新女性 相比之下 陆小曼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说起来 陆小曼是个幸运儿 上天曾经将所有的好运都给了她 她不仅家庭背景好 幼儿缘起接受最先进的教育 懂英语法语 而且人还长得漂亮 十多岁时已是社交圈子的名愿 18岁嫁给了年轻财俊王庚 后来因不满官太太的生活 与当时追求她的徐志摩 来了一段自由恋爱 从种种条件来看 她是妥妥的新女性 但婚恋自主后的陆小曼 又是怎样的呢 她贪恋上海洋场生活 染上了鸦片 以至于徐志摩不得不疲于奔命赚钱供养她 不仅如此 她在与徐志摩结婚还不到一年 又遇上翁瑞武 不久发展为婚外情 追求浮华 经济依赖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 又怎能称之为新女性呢 所以 在定义新女性时 我们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新女性不是简单的婚姻自主 更重要的是经济和思想的独立 这意味着 她们不仅追求个体的自由平等 更要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曹沛声求爱不得 一生悲苦 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我国第一位农学教授 林慧英从小树立志向 为中国的建筑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张又怡身为传统女性 被抛弃后没有消沉 而是积极投身于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展现了新女性的独立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她们都是思想独立的新女性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和背景 不可一概而论 有些女性可能没受过良好教育 但她们仍然展现出独立的人格 比如江东秀 虽然她是一个裹着小脚的传统旧太太 但她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婚姻 乐于接受新事物 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新女性的代表之一 综上所述 真正的新女性应该具备独立自主 有责任感 坚毅勇敢等品质 好了 听到这里 《五四婚姻》这本书里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 最后再为你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走进了传统旧太太的世界 设身处地了解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苦衷 同时也看到了她们为适合新变化而做出的努力 以及对自己处境的思考 我们不能简单地给这群人贴上封建 落后的标签 她们的婚姻和命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次 我们分析了新女性在婚姻中同样也会受到束缚 这些束缚主要源自传统家庭角色和社会主流价值观 比如徐广平 婚后受家庭角色影响逐渐转变为传统的贤妻良母 而追求爱情未果的曹沛生则因公序良俗的制约 悲苦一生 最后 我们讨论了新女性的内涵 真正的新女性不是简单的婚恋自主 而是经济和思想的独立 不仅勇于追求个体的自由平等 更愿意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